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要加 工人一个月的薪水 还有 立体书也可以帮你背单子哦 想知道立体书有什么迷人之处吗 为了认识立体书啊 我们特地请收藏立体书19年的收藏家 杨清贵老师 老师特地跟我们在教会前碰面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老师 因为我们在这教堂后面啊 会不会是说第一本立体书它的功用呢 就是为了让主日学的小朋友 在上课的时候可以比较专心 然后看那种很花俏的书 我觉得呢这个比较 有可能是第一本立体书呢 这个书的主题 主角 就是一座教堂 一打开来 一座教堂 耸立在那边 都猜得不错 想象力都不错 但是问题是呢 答案就在这里面 都猜错了 答案在这里面 看老师宝贝的呢 究竟第一本立体书长什么样子的 其实这是呢 世界上的第一本立体书 这个 你晓得有没有拿着那个什么星座那个罗盘 你可以这样子对天空这样子转转转转转转的 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 就是那个转盘的原因 所以它也可以转呢 对 诶 等一下 不给墨 这个不是妇科版的吗这个 对 妇科版还是很珍贵的 这世界上的第一本立体书呢 在13世纪的时候 由这位英国的学导师 就马修派瑞士 他所发明的 这个跟什么立法有关吗 对 没有错 就很像他们立法 所以呢 以前要查询这个资讯的时候呢 很麻烦 因为它上落在不同的 大布头里面的书 然后今天对 为了找一个 很像夜诞节啊 平安夜要做什么样的祭奠啊 就要爬楼梯去把那本书掰 一下 就是翻半天 对 然后等下穿 不过 为什么不直接排列 写清楚就好了吗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是一百多年前的电脑 是 或是电机算机 电脑 对 因为它这是计算蒸汽引擎的 它的压力 OK 所以你看 有没有看到三个转盘 有没有看到 对 所以你看 我要计算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指标对准这个 第一个转盘 对准第二个地方 第二个对准第三个地方 将计算出来 就很像我们按那个计算机是一样 因为这个是复刻板它不会动嘛 所以它里面的圈缺 都有会动的 是这样子哦 没有错 照期你看有十几个 对 那像它一直可以排列的组合 对 很像你要做很多的一些计算是一样的 对 你看这就是近代的 不能碰哦 这个好几百年前的英文单字 英文我一向不碰英文的 你放心 这个就是现代版了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现代式 过去式 过去分子 对 就这样子出来了 好理 除了转盘技术之外 后来有人发明以翻的技法 来整理科学百科 像是这本一百年前 德国出版的医学百科 就是利用翻的技法 来解剖人体的哦 所以老师 没有想到原来这个 你说立体书 是给大人看的 对18世纪的时候呢 才会真的有童书的发现 出版18世纪 到底基础书怎么跟童书开始挂钩的呢 首先呢 得先感谢英国工业革命 产生有钱的中产阶级 哦 我很有钱 我希望我的小朋友玩到跟不一样的玩具 接着呢 得感谢童话故事 从法国 遥阳过海 来到了英国 哈哈哈哈 我们英国人 也可以读到 小红帽跟水门人咯 最后 真的玩意儿 应该是很棒 对不对 看起来应该很厉害了 非常的奢侈 因为当书一个工人一个月的薪水 一本书就是一个工人一个月的薪水 那一定要来看一下 对啊 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的老童书 是陈列在立体书展里 而且啊 这个展还是老师策划了呢 各位 为你们隆重介绍 儿童阅读史上重大的一部 怎么就这样而已啊 感觉跟想象的不大一样 我以为会很华丽耶 老师 这些书不能说不立体 但是我本来以为会再更立体一点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完全了解 可是图案立体 完全了解 两位应该是听过 简单中的不平凡吧 各位 这就是红花立体书的起点 两位请看 这个呢 就是类似的 全世界的第一种 儿童的立体书 这是一百多年的立体书 哪一种老书的味道 真的吗 OK 不是那么好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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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不是 你会痛干它啊 这个我们叫做所谓的翻拼书 翻拼书 每一则呢 每一页呢 都可以把它翻开来 对 就组合成不同的 哦 变成帽头鹰了 老师这就跟那个 真体结构的那个书有点像 很类似 对 它里面都是翻的 它只是不一样地方再说 它有拼图的效果 对 跟柜子里面不一样地方再说 你有没有发觉呢 柜子那边只是纯粹的直线的切割 但是这本是沿着 它是有几何夫妻的切割 所以它的艺术成就的话呢 这本是会比较高一点 它技术会比较难一点 这很厉害 你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部分 如果每六个部分又有六页 它这个排列组合就是 好多种组合 立体书展里展出很多珍贵的古董书 我们请老师推荐特别值得欣赏的作品 不过 是我鉴赏功力太差 老师 你推荐的这本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各位有所不知 事实上欣赏了这种不同立体书的话呢 我们有所谓欣赏的门道 欣赏的方法 把它叫做三宫 第一个叫做画宫 这本书整个地方再说呢 它是用手宫上升 对 比较立体的感觉跟细致 可以这样油画一层一层把它画上去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刀宫 刀宫呢 刀宫石 就是所谓的轮廓 你看旁边那个玫瑰花 它花瓣 叶子 跟那个锯齿状 对不对 都有 你看它有连个轮廓呢 切割得非常非常地清楚 这叫做刀宫 细微 完全没有留白的部分 但是如果现代的一些刷品 你会发觉都会有留白 画工 刀工之外 第三个是才技工 好 之前叫野生动物的故事 所以书越打开的时候呢 白色的纸条呢 会把景片把它拉撑 就凸出来变成立体的效果了 那就是一个自动的立体 的立体 是 所以技工不只表现 说了半天 隔着玻璃看 还是隔靴搔痒 还好老师就甘心 这一本 你拿出来了 当然不是 不是变出来 你当然不是 这个就是复刻版 等一下 不可以碰 我就知道你要赶我们 刚刚特别赶快去买的时候 OK 来 你帮我撑个 让两人合作 来了 好 帮我来了 它的技工只能就是这个地方 我这个拉杆 把它加大了 所以你书越打开的时候呢 有一个拉力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对 它整个就撑起来了 整个撑起来了 有没有看到 然后米苏合起来的时候 它就变平面的了 但是你看它的刀工呢 就差很多 有边 有边跑出来了 我就看老虎尾巴最明显 它尾巴的边线 跟这一只尾巴的边线 真的哦 你是老虎 你看到老虎了 后来 我没做法 我没做法 认识了三宫之后 来欣赏 以技工文明的立体书天才 梅根多佛的作品吧 下面它那个拉杆 有没有看到 那个拉杆一拉的时候呢 所有有关节的地方都会连动 它叫戏 这叫做都从联动的一个可动书 据说这位天才原本是漫画家 有年耶诞节突发奇想 替儿子做了让漫画冻起来的卡片 被出版商赏识 而投入了立体书创作 这一本是这位作者叫梅根多佛 就是我们号参立体书天才 她的所有的作品的大全景 注意看咯 我们拉动的时候 这个打装球 你看她的脚 她的嘴巴 她的头 还有这个客人的表情 她在对手 她在对手 OK 这个比较好 那你拉 你看到 它跪下来了 对 因为你这样很多吹乐器 它会这样 就哦 这样身体不自主的 就会这样弯下来 我也要来一个 拉这个 它一定会这样子 你好你好啊 一二三 诶 你看那样的鞠躬啊 对 耶 哦 这个手还在 对 跟她打招呼 还还蛮好玩的 对哦 那看一下这个机关怎么做 还可以看哦 对 我们看到前面这个是撞球 对不对 对 OK 那呢 这边有一个透视 对 所以呢 一个拉杆之后呢 会带动其他的拉杆 对对对 所以这是多重联动的机关 有没有看到 拉了这一片 带动这一片 然后这一个 然后这边动 这边又拉 带动这 好 真的是天才耶 不过啊 即便是天才 设计出来的 还只是2D的作品 深圳发展出 目前常见的3D立体效果 要到1920年后咯 在3D立体化后 杰克大师 库巴斯塔 以波西米亚的画风 呈现的立体作品 视觉感受最华丽 这是一个城堡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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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华丽哦 就是中国世界呢 骑士在骑马达上的场景 绝动是 然后你看呢 这个骑士会动 这还可以动 对 然后这骑士会动 这边也可以吗 对 轻轻的 对 轻轻的 对 这骑士会动 哦 好 好 好 那库巴斯塔的作品 已经列为 就是真的是艺术的极品 因为它的形式 非常特殊的形式 然后你看 它用很简单的 景片的方式 可以构成3D立体的效果 是 因为你看不到 任何的方 盒子方块 有没有 跟它一样 对 这就是它的艺术成就的地方 平面画的 对 我这个阴影啊 然后再这样立起来 就感觉 这样眼看就觉得 立体感 对 所以非常的童话 非常梦幻的那个画法 对 它是两面的 前面因为为了降低成本的关系 前面是彩色的 后面是黑白的 有黑白也不漂亮 你看那个树苗 很像树苗那种感觉 对 有没有 对 所以它的华丽的感觉 不只是因为 颜色的饱和而已 还有整体的 那个建构出来的一个 对 有多视觉上 效果的华丽 而不是技术上 那样技术其实是 非常的樸实 是 不得不说 这库巴斯塔的作品 真的让人惊艳 至此之后呢 现代立体书的3D技术 越来越反复 真的让人目不暇迹耶 哇 我觉得这种立体书啊 真的是跳脱我们一般的那个想象的框架 而且把这种我们幻想中的一些角色 像是那些恐龙啊 各种形式这样 跳出来 就觉得哇 它好像离你很近耶 我觉得哦 这每一页翻开来都是个惊喜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页打开来 它会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对 而且就算看过了再翻还是都会被吓一跳 不过让我们眼花缭乱的 还有立体书的形式哦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这样呢 这个书心肠的帮子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心肠帮子没有错 可是这样你要这样立着 你要这样子拉出来 这样拉风 像手风情是一样的 好 这样把它固定住 这样看不去 很像在看一种什么东西 对 偷窥 偷窥 没有错 以前一直就叫偷窥窥 你看 它都叫做Pip Show Pip Show Book 所以这叫早期来自意大利14世纪的 这叫做西洋镜 或是拉洋片 这叫Pip Show 一格一格的几片 这种形式以后都叫做隧道书了 隧道书 隧道书 隧道书还不错 这种可能是夏韩最喜欢的 一种类型 这也是目前立体书最常见的类型 真的哦 那试试看咯 打开看 你看一下很特别的地方有两个段单 超梦幻的 这个一定要这样子啊 轻轻地把它解开 然后呢 方便要方便 小心 对 慢慢地折而过来 好 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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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起来 就拉在那里 对 变成是整个这样子 对 变成四面的 哇塞 所以到时候你看 老师他们还可以绑在一起 对 所以这个段带就把它绑起来了 固定了 对 就固定住了 好像是小女孩玩的那种 伴家家酒的那种娃娃屋 所以我们把它绑起来 固定起来之后呢 就可以玩了 所以这叫做娃娃屋书了 好棒哦 还有人偶 这边还有那个 它的特殊 一定要附上的那个纸偶 可以把它拆下来的纸偶 就可以在里面 伴家家酒 玩伴家家酒 哦 小孩边玩边训练 说故事的能力呢 这一次啊 我们跟着杨金贵老师 认识了立体书的发展 看到这么多好玩的书 我也想买来收藏 不过这么多好书 该选哪一本啊 嘿嘿 老师说啊 可以从立体书的奥斯卡作品下手哦 诶 奥斯卡 这其实啊 是由美国可动书学会 每两年选出来的最佳作品 这就是呢 2008年头上的作品 那这是大家有从中想的一个 星际大战 对这一年 对 哇 这不太够杂了啊 整个面具这样戴起来 对 看一下更精彩 哇 还有 在这一年 还有 深光效果的 好厉害哦 这个光银的效果呢 所以现在有人说 这已经变成4D了 不止3D了 他一种感受在里面 对 一种4D的 嗯 知道可以买什么书 还没玩 买也是你们技术哦 没错 而且呢 得先从拿书开始学起 那很多人拿书习惯这样子拿 那这是一个错误的拿法 因为你拿的时候呢 万一你有指甲的时候 会把这边抠破 嗯 所以拿书的时候呢 你可能是 拿这个地方比较好拿 拿法是这样子拿 对 拿开口的地方 那第二个呢 你拿到书拿下来之后呢 你检查呢 就是检查这个地方 你会被掐破 然后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再看一下 从侧面看就看得出来说 这本书在组装制造过程当中 有没有点瑕疵了 那大家看有没有一些刮痕啊 老师你出你做的 哈哈哈哈 好 因为我们是收藏家 所以我们对那书呢 基本上用艺术品的角度看来看 那因为呢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因为立体书呢 它到目前为止 700多年来还是用手工组装的 所以每一本每一本都是不一样 都是非常独特的 那翻书的时候 这是另外要注意的地方 这不是一般的书 虽然里面藏了很多的机关 很多的纸印呢 折在这个书页里面 那因为它有一些机关的话呢 做得很靠近书页末端的地方 如果你这么出自大一 你就把树一起都扒开了 就破 就破损掉了 好 所以你先从这个角色的地方 先翻开来 好 所以第一个 你打开来看这个纸印的时候呢 就看它的顺畅度 嗯 有没有卡住 好 顺不顺 然后呢 有没有一些破掉的 像有时候它这有动作对不对 有机关的 你看一下动作 会不会动 如果组装有瑕疵的话 那个爱丽丝不会游泳 就卡住了 对 它就溺弊了 老师 我们辛辛苦苦这么龟毛的 挑书挑了半天 好不容易买回家了 总要好好收起来吧 对 比较好的建议就是说 去买那种有夹链袋 然后放下来 对 再来放到书架上面的话 可以防尘 对 然后可以防屋所 那老师像说这么多 我们看到这些国外的创作 我们台湾自己也有 在做立体书的 有 台中有一位叫做 陈一铭的陈老师 嗯 嘿 陈老师 你好 你好 老师 你好 这位陈老师 主要总是 为本盘动画的创作 他喜欢透过作品 传递在地文化 除此之外啊 长期关注生态的他 也有一些环境议题的 童书创作哦 老师 老师 这个是你的第一件作品 对啊 不 先把这个往上翻 哇 转过来 好大哦 哇 果然是一个环重的 跟那个娃娃屋是一样的 对 对 可是它的概念又不是说 全面的一个圆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它整个空间感啊 完全就有那个 找东西系统的感觉 后台 对 哦 就是你看 正在那样 往后的 附带一本那个 中文对照本的书 那它里面有介绍赏东西 那时候在想说 要来做一本 台湾的立体书 嗯 的时候 就看很多立体书 事实上它都是欧美的作品 嗯 我们什么东西会让他觉得好奇 那也许 不该信才是一个方向 对对对 那这本书不是这样 它还可以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 它可以 它可以这样这样放 就是说 我们刚才是把它立高嘛 对 那事实上你不用把它立高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改平面的就对了 对对对 我们这样放也可以 哦 哦 矮细台 对对对对 老师 所以你辛辛苦苦完成了 嗯 这件作品 对 那熟能生巧的 第二个作品 应该很快就诞生了吧 是 学到一些技法 这一个 对对 看开了 这会不会太大啦 老师 对对 它主要是 要让很多小孩同时使用 这个是模拟一个庙街的接口 嗯 大家看到这个是台湾常见的马祖庙 是 那里面也介绍台湾马祖庙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那这边是一间甘马店 甘马店里面有什么东西它这边就会介绍 甘马店的文化 所以我刚提到我觉得细台要可以是 好几个角度 对对对 那所以它应该做一个十字形的结构 对 那它可以穿透的这样 那这个东西大家做完以后 我们就要试着去剪 就把它剪出来一个像这样的 哦 把它剪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小粒子是不是 对啊 对不对 你光用这个纸这样自己剪一剪 根据你画了这个设计图 对 就可以变成这个样 对 那完了以后我们就去把它去做得更细 就把它拆出来像这样一个零件一个零件这样 哦 那这个零件做完了以后才去画图 去画图 画完图以后再回来修 所以一片一片 你刚刚那样一片一片小的就变成这样子 画清楚的这样一块一块的区块 对对对 那画完以后我们再回来修 把刀模修完 那刀模线我们就送给那个做刀模的工厂 帮我们去折刀子出来 就排完版去给印刷厂印刷 那刀子回来再 就这样一叠放在那边 然后刀模这样啪下来 然后这样一块就下来了 对不对 就回来去组这一个树 把它组出来这样 屏厨发想过程 光是组装啊 就可以写一本厚厚的鞋类石哦 因为每一本立体书啊都必须手工填装哦 我来问的时候啊 我们就想办法自己做 所以那时候刚好组起来 我们就找很多学建筑的或商业设计的 一些工程师进来帮忙 因为他们都很有兴趣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大概一个人平均 因为不是一个人自己做一个 某一种部分吗 对对对 就例如这一个上面是谁做 那下面是谁做 那我当时都七八个人 大概一开始做的时候 大概一个人平均下来 大概一个人大概说 有办法做两本 一天 一开始 对 可是到后面大概是一天有办法做 到四个人出头 对 而且这种东西它有一个很大问题 不良率会很高 对啊 你不要这样 哎呀 吃过了 欢迎 重点是那个有时候粘 我们粘到东西以后再撕掉 会白白的 对 就不行了 对对 拍不良率大概有两层左右 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第三本 第三本应该要出来吧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第三本在做的 就是我们现在有第三本要做五个场景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卡通 还在开发中 那里面有一个妈妈是用立体书 在跟小孩讲故事 是 那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把里面的 故事的几个重要场景 用真的立体书把它做出来 这回探索立体书 感受了杨老师对于立体书的狂热 以19年的坚持 钻研世界各国的立体书 也多亏了陈老师 咚咚啊做 让台湾啊 不至于在立体书的世界里缺席哦 老爹 我要组装 杨老师姐 你之后呢 下一本立体书哦 你需要组装的时候 就打电话给我们 真的吗 我们就过来帮你组装 组装好之后 我们再送给杨老师收场 是不是很棒啊 可是我怕你这个不良率会很高 你看老师这么劈气 他就知道说 哎呦你看这个这么绵绵好 哎这个桌子怎么不可以 这些牌的可以是 我手巧的咧 我跟你讲啊 有啊有啊有啊 是有多巧 我手很厉害我跟你讲 你不要瞧不起我 嗯啊 有啊 有啊 感谢观看